我這個小小的ABC來了香港這麼久 除了中文進步了之外 我覺得最大的進步 是學會在香港鑽孔鑽, 找好東西吃 現在無論要找懷舊食品 還是潮流小食, 都難得不到 很多人說香港之所以叫美食天堂 是因為世界各地的名菜都會集在香港 但我覺得當香港的地道美食 已經足以令這個美語當之無愧 香港有很多食物都會牽動我們不同的回憶 就像學生時代最喜歡在街上吃的小食 他隊友的味道 就記錄著我們每個人成長的編段 早前我們已經通過全民廣泛投票 選出香港人最愛的20強美食 上集公布的菠蘿油和乾炒和河 分別是第14和13位 今集我們繼續開估 讓大家可以跟著來吃 我經常跟外國朋友說 來香港旅行, 什麼都可以不吃 但是街頭小食就要有多少試多少 因為這樣才能體驗香港最地道的一面 第12位, 咖喱魷魚 香港水域很容易就可以捉到魷魚 加上魷魚可以曬乾 製成土油方便保存 所以魷魚在好租的時候 已經是香港人常吃的食品之一 到了60年代 咖喱魚蛋已經出現, 馬上大受歡迎 於是有人想到把同樣是海產類的魷魚 和咖喱一起吃 就成為了咖喱魷魚 他和咖喱魚蛋可以說是出同門的 Bella, 我剛剛收到上頭命令 要炒你魷魚 不是嘛, 這麼快?節目還沒做完 對不起… 有點中文不好 沒有, 舌頭打卡 應該是說要你炒魷魚 嚇壞人嗎?無緣無故炒什麼魷魚 事關今天要介紹的, 就是它 他吃柴樓的咖喱魷魚 你試得多, 炒魷魚?沒吃過 其實炒魷魚才是正宗的 不過現在也不是很多地方有得吃 好吃還更難找 說得這麼棒, 試過才知道 你好, 你好, 特地帶兩個美女 來嘗嘗你的炒魷魚 是 想問你平時用的是什麼魷魚 阿根廷的魷魚 為什麼會用這隻魷魚? 比其他國家的質素好一點 為什麼要用土油 不用鮮油來做咖喱魷魚? 幾十年前, 都是傳統用土油 很少用鮮油, 這是香港人的特色 我對食材來說是因為我餵食 所以我很喜歡研究我的食物 如何配合或食材的選擇 客人吃得開心, 煮得又開心 可以吃了 你選哪個? 好 你這件 怎麼樣? 真的跟柴樓很不一樣 咖喱汁很濃, 黏滿魷魚 我最喜歡的是咖喱汁 濃得又有香料味 不像外面那樣, 因為只有辣子 魷魚味夠濃, 咖喱味夠濃 還有爽口, 三重享受 所以就算上頭不讓我炒 我也要想問師傅如何炒 好, 我跟著你 加油了 交給你了, 跟我 好 讓我慢慢炒 開始炒了, 很興奮 師傅, 我們正式開始 我看你加了調味料 魷魚不斷倒下去就行了 需要煮一下還是怎樣 不用, 像炒熟一樣 他一直炒, 炒到魷魚 濃稠的醬汁 對… 很濃, 很入味 對 行了, 炒兩道, 不然真的炒魷魚了 好 Pose, 我們讓他嘗嘗 嘗嘗 炒一下 其實怎樣才是完成的呢 你看到他開始收水, 剛剛好 香又多香, 像無似的, 想想 炒得出 炒得出, 聽不懂嗎? 炒得出 好, 謝謝 謝謝師傅 很香, 我不用炒魷魚了 還要炒得出